今天的寻访伊斯兰将要前往的是叙利亚 那我们要去探访大马士革的标志性的建筑 沃玛亚清真寺 了解伊斯兰文明的传承和包容 大马士革老臣的西北角 哈米迪亚市场上依然熙熙攘攘 当地人在这里挑选着他们祖辈就已经在购买的各种香料 食材等生活用品 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数百年 但比起大马士革的历史 哈米迪亚市场仍然年轻 市场所在的区域 三千年来一直是大马士革城市建筑活动的中心 最重要的宗教建筑先后新建于此 公元三世纪罗马人的朱比特神庙 公元四世纪末基督教的圣约翰大教堂 以及大马士革标志沃玛亚清真寺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沃玛亚清真寺 基本保留了八世纪的原貌 是世界四大清真寺的之一 虽然现在这里是穆斯林的圣地 但伊斯兰文明以它巨大的包容性 让古罗马文明以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 并没有因为这块地方信仰的改变 而且还然而止 今天的清真寺里 我们仍然能看到这几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 在广场内同时可以看到 华丽典雅的希腊式立著 繁华精美的半战亭时期的马赛克艺术 以及抽象严谨的阿拉伯集合绘画艺术 大马士隔城因为坐落在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处 历史上各大文明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公元前一千年的西亚亚述文明孕育了这座城市之后 这里先后承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 基督教文明的影响 公元七世纪 伊斯兰帝国欧马亚王朝在这里定都 给这座城市翻看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欧马亚王朝时期 伊斯兰的版图扩大到了极致 西至大西洋东岸和比利尼尤斯山脉 东至印度河与中亚地区 基本确立了现代伊斯兰世界的版图 穆斯林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先进文明 而当时王朝统治者采取了包容的心态 面对历史和未来 他们要求华马亚王朝在这边 当他们进入城市 他们想要一个国家 但他们没有找到最更好的位置 但他们不见到最好的地方 那些国家的国家 他们有所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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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大马士革仍然保持了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 虽然基督徒早已不在乌玛亚清真寺里礼拜 但是大马士革仍然保留了基督徒的聚居区 大量基督徒仍然定居在这里 教堂的终身和宣礼塔的呼唤此起彼伏 婚小时分 欧玛亚清真寺宣礼塔的礼拜生千百年如一日照常响起 穆斯林们开始虔诚的礼拜 在欧玛亚清真寺长达360米的礼拜大殿内 记者惊奇地发现这里还保留着基督教先知 施洗者约翰的服务 当连连经历时乌玛亚清真寺 在乌玛亚清真寺里 从这屋中进入这些地方 帮助亚人们的信仰 时间到了2001年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奥士 在叙利亚伊斯兰教领袖 大穆夫提特陪同下 一起进入沃玛亚清真寺参观 推动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 在中东这块冲突不断的土地上 在沃玛亚清真寺里 我们看到的却是各种文明的元素 和谐共存 基督徒参观清真寺 穆斯林承认耶稣等基督教先知 形成了一道特有的分景线 公元八世纪以来 不管这座圣寺外面经历 怎样的风风雨雨 是帝国的更迭 还是当今社会的动乱 这里永远是当地民众 所向往的圣洁之地 而在这里我们也感受到 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 有的不仅仅是碰撞与冲突 更多的是和谐与相容